慈济智力震灾团这个周末将在比奥比奥两个场地要举办发放还有议诊 慈济智工接连两天将要发放的面粉奶粉以及环保毛毯进行打包装箱的作业 虽然面粉把志工的蓝天白云沾成了灰白色但是大家都不嫌辛苦 就是希望周末的发放工作能够顺利圆满 而这两场的发放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场的发放时间是在当地的5月29号 在吉利威举行发放还有议诊 这一场的发放准备了2010份的生活物资 至于在5月30号的发放是在地点是在罗塔市同步举行发放还有议诊工作 同样的这一次也准备了2200份的生活物资 希望能够解决当地民众生活上的困苦 打包工作就在仓库内进行 志工们用心把面粉奶粉装在发放袋当中 虽然蓝色的上衣都被面粉给染成灰白色 但是从早到晚志工不嫌脏不喊累 打包好的物资还有环保毛毯面粉 志工们分工合作全部搬上货柜车 这一箱一箱的物资可是慈激人的爱心 我们大队人马就要赶往前线灾区去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所有的物资都能够装上车 我们怎么样安排这些物资 然后是要安排几辆车 然后怎么样运动 我们今天预计有四辆货车 四辆货车我们看看装载的情形是如何 所以我们尽量把所有东西能够跌得满满的 除了装箱上货之外 还要盘算一下车辆的配重 因为当地桥梁在地震中受损 运输车辆有限重 可千万不能超重 罗塔因为路况的问题 它有车辆的重 不能够超过一万八千磅 那今天我们要装这个卡车 就需要符合这个重量不能超过 志工们将这些物资兵分两路 要用卡车分送到康塞补送附近的罗塔 和吉利威两个城市 好在周末发送给当地的受灾民众 台湾新闻尖陆文余国伟智利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